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会走的路 但是有的人却不承认自己已经走到了老龄的路程 一些人刚刚步入老龄的时候 有些人并不能察觉 出老会有怎样的表现了 其中有七个表现 两个以上就代表你已经开始变老了 一 病得软弱 常常感到孤单 宁静的时候从来什么也不怕 就算自己一个人也会勇往直前 但是渐渐变老的时候发现感到越来越孤单 害怕自己一个人 希望能有人陪伴自己 二 怕生病 怕死 过去自己身体强壮 什么也不怕 每日每夜的上班和学习 也不怕生病 因为就算生病恢复的也会很快 但是当自己变老的时候 会不知不觉身体的机能会变差 生病恢复很慢 然后特别怕死 看到某家人生了病死掉了 就会联想到自己 心里害怕不已 三 回忆过去 可能是因为现在社会复杂 压力过大 会常常怀念过去那些无忧无虑 没有包袱的日子 又很怀念过去的朋友 亲人 乃至自己的恋人 而这种状况 越到年老的时候就会越频繁 四 感到疲劳 不惜外出 开始变老的人会常常感到身体跟不上节奏 记忆力会变差 然后也不喜欢出去 以前特别希望跟那些好朋友出去旅游 或者出去逛街 但是现在就特别讨厌 因为一出去的话 回来好长时间都休息不过来 五 时光过得非常快 觉得许多事情发生得像在昨天 但其实已经过去很久了 然后又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去做 时间就过去了 一直虚度光阴 却没有做成几件事 现在想去做 却又有心无力 六 生活作息很规律 现在不像过去那样 熬几天夜就熬几天 只要有一天作息不规律 一个多星期都补过来 基本上到了点就马上睡 但早晨起来又睡不长 到点就醒 连闹钟都不需要 七 做事冷静 以前朋友找你帮忙 二话不说就答应 到现在会思考这件事的利弊 然后才会答应 做事基本上都是三思而后行 有时候还瞻前顾后 看年轻人做事会觉得很幼稚 很可笑 人都会变老 你要正确看待变老的这个问题 变老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的心变老 不能与时俱进 不能心太端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你 感谢观看